靓女穿短裙绣眉腿呢 君子也只会看看过瘾 但是色狼可就会忍不住出手开游了 这不是吗 一个色胆包天的家伙啊 光天画之下 竟然把手伸到了女孩的短裙里 好在呢 这一幕被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给拍了下来 看这个女的 在这里 然后男的在后面跟着 这是医院大门口的监控画面 早上8点17分 一个靓女出现在了画面的左上方 一名黑衣男子紧随其后 两人走到医院标志牌后 意外发生了 但是他以为是抢包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阴影 地上有两个阴影 走过去 就这时候一两秒钟的时间 抡了一下 就跑了 而此时 就站在附近的医生和保安 还不知道广告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了一下他只叫了医生 然后就看了一下 在那边等着是不是有第二声叫 结果他都没反应了 然后我们人就走了 人就走了 他自己就很正经的走出来了 最后他男朋友来了 他就是在挂号的时候 就是哭着过来嘛 然后我们就问了他这情况嘛 哭着过来的 对 他当时是一个人 还是他和他朋友 和朋友 医生说 尽管男子的侵犯过程 只发生了不到三秒 但受到侵犯的女孩下体 却出现了严重的撕裂伤 目前情绪很不稳定 事发后 男子逃进了旁边的小路 幸好这里的摄像头 抓拍下了他的正面镜头 感觉像是工厂的厂服 而且这种工厂厂服 但是很多雷同 拥有三四个大厂 都是有这样的 好像工装一样的 目前事发地湖南长沙 星沙派出所已经展开了立案调查 到最海马胥冠 权 cos 。